现在记者就是在这个事故的现场 我们看到这个发生事故的公交车 211路还在这个现场 这个公交车的前面已经被完全撞毁了 把这个连带这个电灯啊 还有这个树也已经完全撞倒了 然后这个侧面呢 在这边的侧面呢 这个玻璃也有很大的一个损坏 我们看到啊 这边还有一辆小车子 而这辆小车的右侧也是被完全的撞毁了 公交车驾驶员告诉记者 当时他正行驶在梅西湖路 在经过与近湖六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时 与小车相撞 本次事故造成了小车驾驶员及五名公交车乘客受伤 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往附近的湖南航天医院接受治疗 老公去上班的路上他也是执行 公交车对方也是执行 然后公交车直接撞到了他的右侧 然后整个小轿车就是在空中翻了 大概三四圈的样子然后在落地 两股正一点的 有可能有骨折 真实结果还没有出来 都没生命危险吗 生命危险 暂时还是没 仔细观察事故小车的行车记录仪 视频可以发现 小车接近路口时 其所在的直行方向信号灯 跳展到最上面一颗 右拐方向为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 小车与垂直方向驶来的公交车相撞 目前交警正在对事故原因 做进一步调查 交警提醒 质量行进十字路口 一定要留意信号灯 及各个方向的来车 宁停三分